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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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我爱你 你爱我 我觉得也说不太出来了 其实长久相处下来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对他的理解 你对他的包容 我不晓得徐先生您怎么看 徐老师我还跟你 互相有恩 那不就互相觉得欠的对方吗 这个问题最近周围人都聊 就是说所谓老年夫妻 现在的社会过不了两年日子就分手了 到处都是 但是最近好像有点回潮 有些人开始谈什么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或者年少夫妻老来伴 徐老师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吗 就是说夫妻进入老年的时候 他的之间的感情 包括相处的方式会有什么特点 你要我前瞻吧 前瞻 你以为你还年轻吗 好好好 那谈谈老年心理学 对不对 你觉得你有观察吗 不 我觉得所谓恩呢 恩什么叫恩 恩就是人家为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感激 这不叫恩吗 叫报恩吗 那其实说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你觉得你欠了他吗 就是我以前讲过的 就是你对一个人有感情 其实你就觉得欠了他 徐老师永远觉得是欠债 就见到女儿就觉得我老是欠他的 不是 我想两个人呢 要是大家都不觉得谁都不欠谁呢 那就没关系了 那就真的就一点事情都不能原谅了 要是只有一方觉得欠的另一方 另外一方觉得我天生应该你报答我 那就不公平 对不对 就是互相之间都觉得 哎呀 他给我这么多啊 我给他做的这么少啊 两个人都这么觉得 那就恩爱了 要彼此珍惜 那你跟伯老之间是不是这样呢 我觉得那个前世也欠了他吧 前世 你看张相华的诗 我给念念啊 人家讲感情 前世 如果能为来生定座 请预购两张单程票 你想 这是为来生定座 要定两张单程票 这是跟伯老一块走了 这很不容易 因为听说他们有过调查 说人呢 到了晚年的时候 七八十岁的时候啊 调查问下一辈子 还愿不愿意跟这个伴侮在一起啊 多七八十的男的说愿意 只有一不到一半的女的说愿意 那你要不要知道我的答案 好啊 太想知道了 我觉得我答复过这样的问题 我说不一定 第一个原因呢 我说下一辈子 我说为什么老嫁同一个人啊 你不想换个换个样子吗 而且我说下辈子 下辈子圆得很呢 我还不晓得是不是人 说不定我是一只猫 世人的想象力有意思啊 但是呢 我要哪壶不开提哪壶了 我们媒体啊 也挺八卦嘛 就是说 就说您跟这个柏阳先生 柏阳先生他有他的过去 这个八十多岁的人 一生沧桑 您这个不是他的第一个 我该怎么问这问题的 我是他的第五任妻子 你说出来最好 第五任太太 对对对 这个心理上 没有什么障碍吗 当时 我觉得对我来说完全没有 我是结婚呢 很多年以后 偶然发现他跟大陆的孩子通信 我刚开始看不懂 我以为是读者写给他的 我想怎么 有一个叫他做亲爱的父亲 另外一个称呼是父亲大人 我说怎么回事 这是写小说嘛 后来呢 我看懂了 因为太多了 其实啊 柏阳还挺有心悸的 他是故意摆在那儿 让我看的 这招有执行长还了得 那你知道我的第一个反应吗 我当时心里好心酸 那肯定呢 我觉得说他怎么回事 我以为我是他的第三任妻子 那我想说 原来原来不知道是第五任 还蛮了两个 对 他怎么会这样呢 这过程才好玩呢 因为我马上我觉得他好坎坷 因为生离死别 这些孩子已经失散了那么多年了 所以我到时第一个我觉得难过 为他感到难过 他不但坐牢 写作你知道文人靠文字为生已经很辛苦了 又因为写作 然后又招惹的滔天大祸 差一点抓去枪毙 坐牢做了很多年 对 坐了九年多了 行求啊 对 身体上受过罪的 对 然后又又是颠沛流离到台湾 也很辛苦的 那现在晚年了怎么回事呢 那我就回到床上睡了 那半夜了 他说你看到我的信了吗 我说看到了 我说你 我说你可能 我说我会看相 我说你可能还会有第五任 你看下面他怎么说 他说你就是那个第五任 我说怎么回事 我以为大陆的两个女儿 是同一个母亲 结果他两个女儿是不同的母亲 你当时以为发现了四个 对 他说把我笑死了 他说你就是那个第五任 哎呦 我的天啊 所以后来 我跟朋友讲 朋友是没关系 你就是终结者 终结者 对 他们说哲学是这样的 女的最希望的 就是成为你这个男的的最后一个爱人 对 我是听说当时 你跟他第一次见面 之后一个小时情书就已经发到你这 没有一个小时了 把情书 一个小时都不到 一个小时都不到 然后二十小时 对 我就这个时候没有 见了一面回头就写情书啊 这样的人能信得过吗 我当时在教书 我一看到那封信 没有邮票 我以为是哪个家长给我写信呢 就打开了一看 吓了我一大跳 哎呦 那当时 哎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 您那个时候其实是整当年的 对吧 然后呢 你想想哎呀文员作家给人感觉花心了 以前又不止一个太太 你难道能你当时没琢磨过这些事吗 因为他当时讲过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 因为认识的时间这么短呢 那么他就展开了爱情的公式 公式 他的公式猛吗 哎呀 厉害的很呢 监狱里憋了这么久 哎呦 跟我们传导传导 我们学学啊 他有什么招啊 他那个时候啊 连站的样子都跟现在 当然是不一样了 站的样子还挺帅的呢 这样子抱着 抱着手 两个腿交叉 站到我学校门口等我 就站在那边反护士 就这招 反护士 对对对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不见得适合你 我说你不能再受打击了 结果他说 我不怕受任何的打击 这句话把我振住了 我觉得这么勇敢的一个人 当然呢 他这个人格也有他自己的特色 他有他的魅力 因为我原来想的 哎呀 今天晚上会见到一个招老头 这个人呢 一定愤世纪疏 他当时多大 那个时候快六十了 快六十 一定是两手三 二十九年前嘛 对啊 两只手三把刀的 五十九 哎呦 我想他门笔那么锋利 一定很恐怖啊 结果一看呢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对人家非常的热情 他这个人最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温暖和热情 哎我就撒住了 我说怎么搞的 这个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然后呢 他在我面前所体现出来的 又是这么热情 我就整个人都糊涂了 哎呦 整个是照咱们的话说 是给忽悠了 是吗 给忽悠晕了 其实我觉得人生婚姻太多啊 并不是幸福 哎 你要不断的适应 所以 婚姻太多不算最大的 不是很大的 当然啊 我觉得你承诺 两个人都很诚心诚意 像西方 他会在神父的面前 说我愿意 我愿意跟他同甘共苦 我愿意在他老的时候 病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相守 我觉得人生 有一个人让你能够承诺 我觉得是一件 很感动人的事情 对对 而能够实践 这个当中 您一定晓得 一定会有很多的冲突 矛盾 是不是 两个人怎么 你还没结婚 他还没发婚 这个话题很重要 我们广告之后 接下来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您刚才虽然说执行长 当了老婆就是执行长 但是需要无限的包容 宽容 那伯老现在的身心状况 有什么地方是需要你特别宽容的呢 第一个呢 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啊 差不多是返老还童了 会出现这样的 对 而且呢 他睡眠的时间很长 去年他有六次进出医院 不是越老越叫越少吗 不 他是睡得很多 真是婴儿状态 大概睡18到20个小时 那没什么醒着的时候 一天24小时 睡20个小时 剩下4小时就剩吃饭了 看电视 看电视 看报 他对社会的脉动 其实还蛮清楚的 很敏感 很敏感 他有他的关怀 对于柏阳啊 我看你总是提他丑陋的中国人 对 因为他们 他那个时候对我们这代影响很大 他这本丑陋的中国人 基本上海外对中国文化的观察 那是分两路 一路是柏阳丑陋中国人 还有一个叫孙龙基 写过一个中国文化的声称结构 他们是从批判入手的 那另外一路呢 就是钱穆 余英时 牟中山 徐富关 他们呢 是从 他们基本上认为20世纪是断了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原来是好的 到了20世纪呢 才出了毛病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 我们这一代长大的时候 就在这两个很 有点矛盾的学术观点当中 犹豫挣扎 一直到今天 中国的很多的 你今天你比较早崔健 或者阿诚 他们的看法就不一样的 对不对 崔健就会说 传统这个东西要批判的 阿诚就说 现在就是断了传统的根 对 所以才出现这个情况 我都不觉得 那么严重 所以柏阳 他当初的这本书 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参照 一个批判的东西 对我们影响真正非常大 您说就您对这个大陆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时候 他是恨铁不成钢 他当头棒喝 因为中国人最爱面子 就是面对不了自己 真实的自我 真正的面对的时候 人有的时候会面对不起的 他就是很不留情的告诉你 我们中国人就犯这些毛病 像这个受过苦的这种男人 会不会在女性心目中 格外反而更对他好 更有一种力量 我想女人总是有母性 她可能是很需要母性 因为她年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她没有母亲 可是我有的时候 被她弄烦了 你知道吗 我发脾气 我发脾气我忘了 我就看她垂头上去 我说你怎么了 她说你一发脾气 我做人都没意思了 老人像小孩一样 这个老人到后来像小孩一样 对 虽然比你年龄大那么多 但是我看她也有点把你当妈了 这种感觉 有的时候会耍赖 耍什么赖 我说眼镜在这 她说你帮我戴 我就说拿给她 我两个眼镜怎么戴 因为她原来戴一个 那要换一个眼镜 我说你自己不会戴 这个夫妻生活之间的很多事 很有意思 我们再看看这个 所以说老小孩 她是关心漫画 你再看看这两张 因为漫画是她一个入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 坐牢的一个一个关键 因为那个时候她为了赚稿费 她就把拍拍补派 吃菠菜那个补派 翻译了赚稿费 那么她居然就糊涂到翻译了有一篇漫画 是父子两个人漂流到一个岛上 然后父子两个就说我们来选总统 那你说这个漫画你在说什么 漂流到一个岛上 然后父子两个说我们来选总统 你当的还是我当 还是两个接着当 你看看你是不是讨骂 你是不是讨打 反国民党 真是 您现在是不是全部的生活都是围着她打转了 为了她的事奔忙 那怎么办呢 她自己还写诗呢 对发泄一下不满 要先去 弥补一下 发泄一下 但是这样做她的妻子感觉是幸福的感觉吗 我觉得呢 一个婚姻维持能够持续下去 本身呢 就应该是感觉到受到祝福 因为您刚才也讲了 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耐心了 在这么浮动的一个社会啊 需要有很大的恩典 你才能够把一个福分延续下去 除了这个男女双方的这种 我们就说是性的一种吸引吧 身体上的需要吧 大的年纪大了 就是另外的一种一种状态了 而且你每天都在热恋里 你包你得心脏病 这真是给我们传经送宝 男女双修啊 记得了吗 男女双修 大欢喜法就成就了吗 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好比说 您刚才讲 这个上了一定岁数 夫妻间不能再靠性的这种吸引力 那是什么呢 是习惯 是亲情 还是互相这种依赖 我觉得是要迁就对方 而且是双方的 不能只靠一个人迁就另外一个人 比如说我刚才说我是博洋的兵 我在外面打仗 对啊 所有的外务我都包了 包括我是我们家的礼宾司司长 买菜做饭这些不说了啊 你还买菜做饭呢 当然要买菜啊 那当然也有 家里也有保姆 但是呢你很多事情你是要花脑筋的啊 那我觉得说我举个例子啊 我每次忙的回来博洋就说一句话 你辛苦了 我就觉得我所有的劳累都值得了 会说话 这个话呢不是一个语言的问题 是他的心理状态 他知道我辛苦了 因为是你由衷而发 我跟你讲个再不一样的情况 我上个礼拜参加了我的老师前古荣教授 他89岁比博洋老还大一岁 我们给他住90岁 他的太太啊比他还大四岁 90多岁 他89岁他这么高的威望啊 他在家里啊他一直照顾他太太 然后呢我们去问他 他就是会怎么说 他说他他他叫杨霞华 也是有名的教授 他说杨先生啊 就是个小孩 在他心目当中看的比他大四岁的这个太太 一直是小孩 你看他这个东西又忘了 他这个东西又又不见得 你看他们两个老人在一起 他们都是有名的教授 学生都是一大堆的 海内外都是很多的 可他们自己两个人在一起像小孩一样 我对比很多老人生活 你像他们夫妻俩啊 我觉得那叫精神生活丰富 他有很多书啊 你现在的这个很多这个老人之间啊 你就会觉得 哎呀他没有更多的这种知识啊 生活啊 来支撑他的这个这个业余兴趣了 就剩下互相的埋怨啊 或者发牢骚 像你们我觉得还在思考中国人 那现在像你们夫妻俩啊 就是通过你的耳目看大陆 对大陆现在的文化状况 你们的感觉有什么感想 我非常怕这个文化在这么快速的一个履带里面 他的通行速度太快了 很多事情会甩掉了 很多很好的东西 我举个例子 这个因为这个 现在文学馆到台北去接受这个捐赠的有个仪式 那报上也都登了 有一个台北最台湾最大的一个报之一吧 他就写说 现在文学馆以金巴的手磨回正 我登出来我说什么叫做金巴 是巴金 是巴金 金巴变成日出里面一个反派角色 我只有金巴是一种狗的名字 对 哎呦我天哪 所以从这么一件小的事情啊 那我们看到电影的发达 比如说这个柏杨很喜欢二月和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系列小说 对 他是看电视剧 什么雍正王朝啊 他就 那么他对他自己的 柏杨喜欢 对 他对他自己的小说像旷野啊 搬上荧幕啊 现在还没有播出来 还没有拍好 所以他也觉得非常的兴奋 他甚至于看到很多卡通的漫画 他觉得这样应该用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年轻人能够吸收 起码不要让他的脑子里面都充满了什么电动 打呀杀呀 或者是暴力 甚至于色情 你不要让他们的脑子里面先入为主的接触这些东西 让他们从很轻松的语言里面 然后能够接触到我们文化的精髓 那天还在聊呢 说现在是不是进入一个更年期的一个情况下 就是烦躁不宁 而且呢 就科学经济发展文化跟不上 嗯 之类的 急功近利 急功近利 您还觉得好像大陆很多年轻人很努力 是吧 很努力赚钱 很努力赚钱 对啊 就是求名求利嘛 是现在主旋律啊 那但是你们对这种现象怎么看呢 这种 我觉得这个 这是个世界的趋势 但是我也并不灰心 因为我觉得人的需要不是只有金钱能够解决 也不是权力所能够解决的 绝对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50岁前 对 50岁前 但是你要有所准备啊 你如果完全没有理想 你到时候五岁以后 你就是静止跟人家谈 我哪又买了一栋房子 我哪又买了一些家具 家具是红木的 我的马桶是镶金的呢 对对对 所以那样的话 他并不快乐 这证明他内心非常的空虚 这个吧 你像就像你刚才说丑陋的中国人 那个时候就伯阳先生讲过这个面子啊 我其实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呢 至少在大陆吧 我觉得要讲点面子还好了 你知道现在的面子就是你说的金马桶 是吧 金马桶奔驰车汉马车队 这是面子啊 婚礼甚至卫星直播 这是面子 可是我现在又觉得啊 现在有些个人做人呢 那简直就到了烂到不行的程度 就是说 咱就说人意理智性或这些东西 当然无存 可是 为什么这个不觉得没面子呢 你比如说咱们之间 朋友当中就会发现 哎呦 这个人太坏了 对吧 这个人对朋友没有信义 这个人这个这个生活品位齐烂 是吧 这个人背信弃义 这个人就耳于我诈 我觉得这些东西 说实在的 人也有这个恶的冲动 有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做呢 我就觉得因为我还有个面子吧 我觉得哎呦 把朋友坑的太狠了 这个就叫太没面子了吧 这叫这叫脸 这个坏事就叫丢脸 面子跟脸金药机做过一番分析的 嗯 面子是你买一好车 这叫面子 但是你要随地土坛 或者你做了一件坏事 这叫丢脸 所以他面子跟脸是中国人的这个 这个心理里面很复杂的一套心理机构 你的意思是要面子往往不要脸 对 还真是 中国人现在到了这个地步 就是宁要面子还丢脸 就这样 就没有任何底线 一边有些人就说是 呃 叫什么呢 损人不利己 就是恨人有正人无的 你有什么 我背后能给你捣个乱 我能给你这个是使个坏 我就给你使个坏 所以所以丑陋的中国人 这本书是不合适的 所以我们 所以讲的问 主要您 接下来 想要您